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来熊哥 熊哥你开麦熊哥 听到吗杰克 可以来熊哥你好来安安几岁哪里人 30多岁东北人 30多岁东北人 突然又惊现看到我老家真是 这就是你老家是不是 来你说说 我刚才又在评论区 Discord流程区里发两个视频 可以看一下 刚刚发的是不是 你往上稍微滚一下 有看到我来发两个视频 我先说 第2个视频 第2视频也是黑龙江 也是因为老板娘在中午的店里 睡觉的时候 有人碰到去检查 然后检查看他没有戴口罩 然后门口被贴了黄牌 有黄牌车那一是那种就有风险的吗 哦他只是在那睡觉没有戴口罩 对睡觉没有戴口罩 也是神奇的黑龙江 卧槽 也太太扯了吧 你点开看一下 我已经看我已经在看我已经在看了 卧槽 你也太坑了吧 又是黑龙江 这种事情就是发生在 这个辽库的东北 我一点都不奇怪 卧槽也太扯了吧 你们东北是搞什么鬼 就跟我说过年的时候嘛 过年的时候我朋友 我爸的那个同学的儿子 在杭州出现疫情前的大概四五天回去了 其实没什么事情嘛 而且都是落地是要做核酸的嘛 27号发现疫情 人家23 24号回去的 又大年29 给人家赶回来 跑回杭州来过年 可能评论区有很多 那个朋友就没碰到 就说骗人的 不可能 包括我昨天前天说的 我妈妈的闺蜜的爸爸 就是不能送去医院 你说我妈妈也有病 怎么送去医院 不需要市长签字 你在什么地方 我并不是说全中国都是这样 只不过是个别地方的 个别的 城市 或者甚至个别区 甚至个别小区 会出现不同的防治管理的这些手段 和这些这个情况 它并不代表说全国都这样 我并不是说说这些事情来打击什么共产党 或怎么样的 我只是单纯的就这个发生事情 对这个现象 来表达对于过分抗议 以及个别西北东北 这个地区的 基层的公务人员的 怎么讲的执法不当吧 对吧 这个也太黑了吧 人家睡觉 我觉得那个 你再可以往上再拉一下 上面我发的第一个视频 好 来 这个是什么 我看一下 就是其中我就前两天说一个区还继续被封控的 就还有人说 我就在那里 我怎么我没见我被封控了 那你不在那个区吗 他被封控了 对吧 这不就前天的事情吗 我觉得那个老板娘那个真的是太扯了 我操 我觉得人家大中午的没有人关着门 拉着帘在里面睡觉 我操 你叫人戴口罩 莫名其妙 真是莫名其妙 我觉得 什么神经病啊 所以那个奶茶店 那个 它不是个案 这些东西有视频监控的呀 那没有视频监控的呢 对对对对 就是说你没有没有一个举证或者是内内部的那种那种那种纠举机 当然对对对对 我相信这些有举证的啊 有视频的到后来一定会得到超乎他想象的这个挽回和弥补 对 但没有的呢 对但是没有的呢 就像很多我说那些 那些就是耽误了医疗治疗的 因为我是受害者之一嘛 我的这个爷爷奶他们不都是因为这事情耽搁了吗 那这些没有录下来的 那没有曝光出来的那就太多太多了 然后这个今天 今天我又说 跟我妈聊天嘛 然后就说那面啊 又有外地回去的 然后依然在门口填了封条 嗯 然后不是昨天出了一个新的20条嘛 就禁止这个 就是随便的静默呀 随便封城啊 随便贴封条啊限制出入了 然后包括取消了什么所谓的刺密接啊 包括什么 然后 但是那个人的回去呢依然是被贴了封条 但是 他给有关部给街区打电话 就问说 我这不今天看到国家刚刚颁布新的条例不准贴封条 而且不准怎么样吗 那我这贴封条怎么办 嗯然后那个防疫办的人怎么说你自己撕了得了吧 嗯 自己撕 自己撕还可以这样 我操 就这样吧 我操 自己撕了得了吗 我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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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酷 好酷 那你封条贴了是贴心酸 很魔幻 基层管理有的时候确实很魔幻 嗯 OK 但是这个我并不说吐槽共产党怎么样啊 这个跟什么党没有关系 就当你一个国家的管理体系公务员体育庞大到一定层次 然后包括不同地区的经济水平和公务员的个人 基本素质不一样 嗯 这种情况肯定会出现嘛 是 我在阿根廷碰到的乱象更离谱的太多了 对 就是 就是有人会拿着鸡毛当令箭的 就是这样的 对啊 对啊 你要我讲阿根廷那边的或者南美那边的情况 在海关在什么碰到的情况 那太多太多了 这个跟 跟什么政党什么制度没有基本关系 我觉得台湾可能也有类似这种情况吗 我觉得台湾相对比较好 但是我必须讲啦 就是说 越南真的很多 因为越南我熟啦 越南那种那种 什么海关要钱啊 然后入境那个过年的时候 就是 比如说你过年的时候 然后你要你要入境越南 或者你要出境越南 然后你 那很多 海关会跟你说 红包钱红包钱 你自己可能要 小心一点 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那个路边 就我碰到的 大陆这边 就包括东北那边呢 要钱的现在反倒是 几乎没有 因为这是很大的问题 要钱是不干的 他做这些东西 并不是为了黑钱 就习大的 这个反腐 这10年来 就是要钱这方面的事情 少得非常非常多 但我就是说 烂权啦 他都是一种 烂权的展现 就是说你怎么 滥用你的权力 但是他们有一层的人 可能他 刚刚被领导骂了 或者刚刚 因为其他事情受得气了 然后正好 碰到哪怕是个保安 碰到他这会有点权 权力的 对 撒泄出来 这种 很平常 对 就是烂权这种 就是 人的水准本来就称之不齐 然后就是有一些 会拿着金帽 当令箭的人 然后就是会有这种人 自己手上有点小小权力 就自以为自己是谁 很多很多地方就有这种人 所以 就变成说 你内部监督的机制要完善 那让这样的人他没有办法去 去展现他的这一面 他他会觉得 我如果这样 我可能会有一些后果 那所以这个就是要 内部机制 赶快去完善 这样的事情 这种监督的机制去完善 他才能改进 就是这样 呃就是前两天 还有一个河南的一个 女的一个 基层防疫的一个 女领导 什么官职我不记得 叫刘什么红 他不是讲了说什么 因为防疫 错过了自己女儿的 什么 那个这个 成年 成年礼 成年礼 对吧 那 其实 就后来这个不是 渲染大波吗 就是很多人都出来骂吗 对不对 然后第二天呢 又报了另外一段视频 我可能没找到 抖音上搜搜到的 他在他们单位门口 你搜搜 他在他们单位门口 然后就是 很不就是很不满的说 我做做了什么 我怎么怎么样 我的这些稿子都是受过审查 我才读出来的 然后还有很多人给他 鼓掌嘛 就在门 很嚣张的在他们 这个单位门口在那里 就是累 我看就有点叫嚣的感觉了 然后那 你想就是 我就想那 这些基层领导平时是 自无忌惮 或者说没有顾忌到什么程度 他才会 就这样的 没有意识的去讲这些事情 我不知道 这么说 杰克能不能理解我讲表达意思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就是在十多年前 大陆有很多这种很红的这种相亲节目 类似于什么 类似于什么 《非诚勿扰》 各个省的这个卫视都有类似的相亲节目 然后有一个相亲节目里面呢 就有一个 当时外号叫幕后哥嘛 他就说他是 其实是什么好像防空办还是什么 类似于一个很冷门的一个 这个部门的公务员 但是他同时还是什么三家公司的什么幕后老板 他自己在录节目中这么说的 但实际上这个中国大陆的法律规定是公务员是 不能作为企业法人或者参与相关行动的 起码明面是这么讲的 但是 他并没有觉得这个事情是 他把潜规则当成了 所有人都知道规则 这样在电视上讲出来了 说明什么呢 说明平时他就肆无忌惮或者毫无顾忌到 已经没有意识了 那就是现在大陆很多 特别像西北啊东北这些 经济不太好的地方 因为缺乏对于基层管理的监督 或者是 很多老百姓并不知道如何去举报 或者去申诉自己的需求 导致这些官员养成了这样的习惯 我记得我记得之前前一阵子吧 微博有一个坑爹哥 他自笔为严世帆 反正就是他 他说谁谁谁又来了 然后我 我又参加什么 反正他就一直赛 微信朋友圈里面一直赛 然后一直坑爹 反正就是这样 坑爹坑老公的 对对对对 就包括撞了车的 然后叫下我老公谁谁谁的 对对对 然后这种都很多嘛 对啊对啊 就是这样 我 那就是平时的 从最以前我爸是李刚那种 对啊对啊对啊 就是我爸是李刚这种 但是你想我爸是李刚 那是一零年还一二年的事情 还零年那件事情啊 那全中国都知道 但是并没有 就是让这些人有所顾忌或者怎样 我觉得还是 就是这个 政治改革 认识这种道远吧 而且很多 我觉得这个基层老百姓的就是 这些综合素质也有关系 比如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我可能就会通过 哪怕我不知道 我去打电话咨询 或者去查一查资料 我怎么把这个 我的这个事情检举或者举报上去 其实他们是很怕举报的 特别是 欧北这些西北 他们很怕举报 我经历过 这种就类似事情 我就说我要去举报 包括我直接打了 当时我还查了这15什么什么 那个号码 我直接拨号还没 打通 那边就直接软下来了 其实是很怕的 只不过 很少有人知道 什么渠道 而且很缺乏这种教育方式 没有人教你的 对 这就是这个跟民不民主什么倒没关系了 只不过是 对 所以基层的一些制度以及检举和监督的这个途径需要更大力的去推广一下 好来你继续讲 我刚刚在想救护车是你还是我老是我 好来你继续 没有你还打断我那是没有没有基本上讲的这么多了我只不过是因为就是有些有些这个网友觉得我没有发生就代表别的地方没有发生或者别人也不可能发生 其实我没看到事情都不存在 其实其实就是有发生嘛 你这么这么多时间而且他不是单一事件的就是这样 假如说杰克假如今天就比如说刚才我们看到那个那个戴口罩的或者是说欢迎光临的 我们没有视频 我直接这么讲的话 那就GG了 你觉得相信的人多吗 还是相信的人不多 一定觉得你乱扯 而且直接GG 没有任何那个你只能认你只能认的 就是这样 对 对 所以这个 俺只能说国内的这个各地方的基层管理和市政真的差很多 像现在这个 杭州啊宁波呀包括广州 广州前两天的疫情不是非常非常严重吗 对吧 然后我一个朋友本来是要回来跟我开会的 在广州那边多待了10天 10多天好像 然后昨天也回回这个 这个浙江了 然后回来之后本来是要好像是要在家里待5天的 现在说待3天就可以 就是不同地方的 你如果说换作是东北的话 他回东北的话 依然会被踢封条 那如果会叫的孩子 可能就自己叫的那你自己撕了吧 那不会叫的那时候老老是在家待个7天10天的 对 对对对 对吧 那就是各地不一样 OK我想讲的就这么多了 好好好 谢谢谢谢熊哥啊 谢谢谢谢你的分享 谢谢 拜拜 好来 下一位 来 终于是 somethin更多字幕 by bwd6